看看新闻榜 而这家的打边炉有点特别 每桌的火锅边上都有这么一大盆的椒盐 像是固定搭配似的 而大家也像是着了磨刺的停不了筷子 这家店性价比很高 然后我们朋友啊 很出气会都很想到这边来 一般这边人均大概多少 人均大概五六十就可以了 然后就因为它有火锅啊 有椒盐的就什么口味都吃得到 所以很少有这个火锅配这个椒盐的吃的 觉得那个椒盐的味道怎么样 他们家的椒盐可以分不同档次的辣 有微辣中辣和重辣 我们今天点的是中辣的嘛 然后它的椒盐就比外面的会多一点辣 然后又很鲜很咸的那个味道 椒盐的是吧 对 为什么要点这个 因为据说这个是他们这边特色 吃着火锅带朋友来都点一下这个椒盐的三瓶啊 三瓶这里面有哪几样东西 跟我们讲一下 它里面有烂鸟虾石蛙和长冬宝 你说这是这边的特色是吧 那它好吃在哪里呢 咸咸的脆脆的海鲜也蛮新鲜的 我看这上面的辣椒其实蛮多的 它不是那种很刺激很辣的吗 不是的 基本上吃不出那个很辣的味道 那是长冬宝跟椒盐虾炸的蛮脆的 很脆 对 这三样东西你最喜欢吃哪一样 嗯 长冬宝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有软骨 咬起来还有劲 你喜欢吃那种咔嚓咔嚓脆脆的东西是吧 听说过水果拼盘稍微拼盘 这会儿来了个椒盐三拼 不过还真是挺受欢迎 石蛙 长冬宝 赖鸟虾 大家各有所爱 这里面你最喜欢吃哪个东西 赖鸟虾为什么 嗯 我觉得各比较肥 比外面的要肥去吧 有可能那个 然后有汪你看到 这里面真的有 给我们看一下 真的有 哦 被我吃掉了 哦 刚才吃到的基本上每个都有 每个都有 对 每个都有 嗯 那它那个椒盐的味道怎么样 这个味道还真不错 我是来给好几次 咱们点了哪些菜 嗯 我们点了这个椒盐耐料虾 嗯 还有一个椒盐牛蛙 这个是十三香大闸蟹 嗯 还点了一个火锅 还有一个火锅是吧 对 很少会火锅配这么多椒盐的东西的 嗯 这个比较特别吧 我们觉得火锅比较清淡 再吃点这个椒盐的东西比较入味 对 我们今天来晚了 本来它有一个那个拼盘的单厅 所以说只能就是个点单份的了是吧 那看来它们这个味道应该蛮吸引你的 嗯 这个虾都是活的嘛 它的肉比较有弹性嘛 这个很好剥的 一剥就是一整根出来的呢 哦 我们吃虾也不是很厉害的 反正就是很活的 然后里面还有荒的呢 嗯 这个里面还有 有荒是吧 基本上每个都有荒吗 嗯 差不多 我吃了几个都有了 这里单点的椒盐石蛙和掌中宝 分别是58元和68元 不过如果点到三拼 价格就比较实惠 88元可以一次享受三种美味 大厨啊 我看外面好多食客 都点这个椒盐三拼 它到底是哪三拼 我们这里面是 第一个特色是椒盐石蛙 第二个特色是掌中包 第三个是烂尿虾 就是椒盐三拼 本餐厅 为什么要让这三样东西拼在一块呢 烂尿虾属于海鲜的 掌中包水在陆地上 可能点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么听下来 有点像这个山珍海味小空寒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个椒盐的做法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椒盐的地方对吧 主要就是像我们的里面 特色就是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椒盐粉 这么多调料就放在一起 自己做成一种粉 很香的 很刺激的那一点 所以你们的这个椒盐 不是说外面买现成的 而是自己调制出来的是吧 是的 我看到这边有一大盘的辣椒 这个是全部要加进去的吗 这个不是的 这个根据每个客人的要求 有的客人要正辣一点的 有的客人要微辣一点的 如果不辣也可以 原味也可以 众多调味料理 起到点睛之笔的 就是这一小点南乳酱 带一点点甜味 有一点特别的上海味道 这三个东西 这个烹饪的时候 一直的顺势是什么呢 这三样东西对吧 其实我们是由三个师傅 同时一起做的 有什么呢 胶炎的东西 出来要趁热的吃 如果凉了以后就不香不翠了 这道菜在我们本餐厅 是限量的 每天只有三十份 就在七点到八点的时候 第一个多小时之前 一般后面就没有了 为了掌握火候和保证口感 需要三个师傅同时开灶 才能做出这道胶炎拼盘 所以晚市很忙的话 就吃不到三拼了 这个太香了 而且胶炎一定要趁热 吃热乎乎的最好吃 别挠 帮我把筷子收走 今天呢我要教大家 吃这个胶炎的最新方法 吃胶炎的东西 当然是要戴着手套吃 才够爽嘛 我觉得这个石蛙哦 它的这个肉质 会比我们平时吃的 这个牛蛙更嫩一点 而且吃在嘴里面 感觉会更鲜 我觉得它这个 石蛙里面 因为刚才有加过蛋 所以吃在嘴里呢 再加上胶炎的味道 有一种平时吃的那种 咸淡红的味道 而且有一点 有一点点 稍稍的甜甜的 因为可能是那个酱的关系 所以这个中辣 加上甜甜的味道 而且我觉得很符合 上海人的口味 一口石蛙 再来一口掌中饱 这胶炎的味道 实在无法抵御 完全停不了手 停不了嘴 连女孩子都不顾形象 吃得精光了 一到了冬天 满大街都飘起羊肉香 羊肉馆的生意 也开始变得红火 今天街头客来到的这家小店 还没到饭店 就已经人声鼻沸 今天过来 两岁都要来 这个羊肉的 一弄到老青山 这个地团里面 切个银器老网了 现在一直中了 要把银 手要把银 三亿老婆 没地团来 我被盗给他 我吃的一来天 你会提不到人家 吃了几年了 谁你 一提吧 他被 我们是从张江特地 开车过来吃的 为了吃他们家羊肉 是因为冬天了 然后我们觉得就是 要吃一点骨骨 甚至热一下 以前也是同事 推荐我们的 然后吃味道 觉得很不错 就一直过来 又来吃 所以是 跟他附近夫妇 聚位 那我忘了一点 周围以后 你把银链在上 冬天吃羊肉 不仅能暖身健胃 还能养颜美容 这诸多的好处 咱们也不一一细数了 只是能吸引到 这么多的回头客 想必这里的羊肉味道 一定没得说 今天是羊肉宴是吧 点了好多 点了两盆白切的 一个羊杂 然后一个羊蟹锅 它这里的白切 是它的一个特色 切得很厚 而且就是味道做得很好 软硬适中 很有嚼劲 而且它有那个羊肉 独入的那股香味 就是和外面做的 有点不一样 有羊香味吗 有一点点 但是能够接受的 没有味道就不好吃 我一整个羊肉 要正中啊 芋头要好啊 然后芋头要融照啊 那么香味道要香啊 就要切这个芋头 要来 芋头啊 我仅在那里切 我再煮完 要清爽 三个人都 六 下半个人了 好 你想嘛 你家眉的 本刺 羊肉 六 粥 虹骨八 骨骨 吃这个红刺的羊肉 要吃 把白红 把红刺 把这个 隔壁肉 把尾香 看来品质好 是这儿的羊肉 受欢迎的一大因素 红白汤的羊肉锅仔 在冬天吃起来 也是格外暖心又暖身 虽然店小 但老板用料可都是实实在在 很丝一个羊蝎子 有豆腐 它这个汤也不是普通的水 是它调过的汤 因为我在苏州藏族羊肉馆也没吃过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藏族羊肉馆 还比较地道的 对 这味道这个汤 这个羊肉味还是做得非常好 它这边的 不管是白切的羊肉 还是那个就是羊蝎子 它的这个肉质都是非常的好 对 应该是比较新鲜的那一种 对 分量来看没有什么 就是确筋少两的这种 还是很多的 对 我们四个男的吃下去还是比较不贵 这家的这个羊汤 汤的味道非常好 因为我自己也 自己在家也做 但是肯定没这儿做的好吃 对对对 我自己在家也买过羊腿自己做这些东西 但是没有这边做的那个汤的味道好 它这个汤和你平时自己煮的汤不太一样 就是可能自己就嚼过或者是老汤 你们还配了一点菜的这些 是的 因为锅里面嘛 你吃太油腻的话 可以拿菜涮一下 看来不光是羊肉鲜嫩 这锅仔的汤头也是格外相纯 据说这的老板也是地地道道的苏州人 之前在苏州当地 也是做了十多年的藏族羊肉 难怪口味如此地道 老板您好 你这羊肉是哪里的羊 我们苏州藏族羊肉 您是哪里的 我收最年 欧州羊肉做了 要凝入你了 当初怎么想到把这个店开到上海来 我老板一直拿收最开 收最后也 我们没办法擦它了 那么到上海那里就得了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很多客人说 你们家这个羊肉没有什么三味 是为什么呢 它有那个精品羊肉 怎么算精品 因为羊肉要分 要有那个公羊母羊小明羊 因为现在羊肉市场 尤其是羊肉不好吃的就是 小明月呢 一刷叫烂的 我们这个是山羊 就是 这个露的比较就是 香烧出来的味道 它比较浓就是 有一股香味的就是 那就是选料都是 从苏州那边进过来 对 我们苏州有个羊的市场 都是从那边进过来的 糖树羊肉历史悠久 有其独特的烧煮记忆 老板也不愿过多透露 但我们还是打听到 每天凌晨 他们就要开始 为一天的营业做准备了 早上五点钟 就是要起来开始泡啊 六点钟就要下午烧的 一般要三个小时左右 每天羊肉大概要卖掉几斤 卖掉大概要五六个羊吧 除了羊肉 这里还有羊肚 羊肝 羊蝎子等等 品种十分丰富 小店每天都要营业到 凌晨两三点 所以基本都是一销而空 我们就点了一个羊蝎子锅 然后主要是来吃它的那个白切羊肉的 对 可以一些小吃什么都会加在里面 小吃已经被吃光了 这都是第一个羊蝎子 平常来的地红骨 我掉了地底 红烧骨啊 白糖骨 还有羊蝎子 羊肉骨啊 也好几种品种的 那就求我们的身体比较近看 比较好呀 我理想我从小切水了 来呀 就打过去的钱 所以我到一天切了水了 还要回去 冬季吃羊肉鱼它好吃 也好吃 我从你去干起来 蜜毛骨羊毛骨都要吃 我一个人去就这叫蜜毛骨 如果您也想在这个冬天 滋补一下的话 那就赶紧来吧 又到了每周四晚上 街头开火时间 大家好 我是新奇美食记者吴迪 今天我们来到是北蔡镇 大华十八街区 请到刘大厨 国家高级技师刘洪 刘大厨 快到过年了 很多阿姨说 过年之前临时抱下佛脚 教大家烧不是烧点 那个过年大菜了 所谓大菜就是那个 冬冬牛 冬冬牛 对对对 冬冬 总共又分一个呼吐了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烧什么呢 今天做一个 金牌蒜香骨 金牌蒜香骨 我只叫蒜香骨 你还加两个金牌两次 你教的蒜香骨 就是金牌蒜香骨 对吧 做得好 所以说我们先去菜场 把那个蒜香骨买回来 家里做菜红烧居多 饭店里才有的蒜香骨怎么做 食材又该怎么挑呢 这家不错 这家不错 老板很有杀气的那种 你还帮人家做广告了 你看这边那么多肉 分档分得很轻 那我们做金牌蒜香骨的话 我们要挑哪种肉呢 肋骨 我看这个我认识 这个又肋骨 我们让老板拿出来 来来来 老板拿出来肋骨 一二三四四条 哦这是四条 怎么看 四条骨头 我们翻过来 翻过来更明显点 对对对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直接在这边改刀了 叫他帮忙切一下 切成这个四条 然后呢再切成这个寸骨 寸骨 这个 这个就可以让他帮忙了 然后回去我们就可以腌制了 好 老板来帮帮忙 基本上一根肋骨一斩三 做出来正好一人一块 吃起来方便 但是在做之前 刘大厨要先给大家提个醒 这个呢 就是要有一个前期的一个腌制的一个过程 这个比较重要 对吧 我要解释一下的 这个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 我现场做 现场是不入味 一定要把它腌到一天到两天左右 我们要提前做准备 提前做准备 我过年了 没有我准备后天吃了 那么今天给你把它腌上去 所以腌制是做蒜香骨的重中之重 我们该怎么做啊 这个 把所有的料就 蒜香蒜香 肯定要用大蒜 大蒜片 姜片 放点姜片 放点葱段 葱段 这三个先放进去 先上一下 炫一炫 炫一炫 这个动作是炫技啊 炫一下 接下来还有九样调味料要放 都有哪些又该怎么放 赶紧拿起笔纸记好了 先放什么 黄酒 先放黄酒 我们去取肉腥味 今天黄酒会放多一点吧 多一点 肉腥的东西 比较多一点 多一点 我们现在放生抽 生抽放一点点 放一点点 基本味 基本味 有个咸鲜的口感 对吧 好 蚝油 蚝油也放一点 其实呢 把所有的调味料 就是均等的 就是均等的 比如想 我那个 这个一小条根 小条根 其他的都是 都是一小条根 因为这个口味就比较均衡一点 反正是六根内排 我们是一样一条根 一样一条根 一样一条根 差不多这样子 像如果你要烧十二根的话 你就两条根 这个比例你自己控制好 好 这个蚝油和腐乳 各自是在里面 起什么味道 要让它体现出来 提鲜 真香 真香 还有这个 还有那个 哪个 番茄沙 番茄沙是带一点甜味 带一点酸味 但是这个在蒜香谷里 我平时吃蒜香谷 吃不出的 是吧 吃不出那种口感 但是它在里面是存在的 其实蒜香谷 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综合的一个口味 它不能说 我突出哪个口味 所以说 每个调料都要快一点 就是一笔一笔 一笔一笔 都是一笔 好 这个是什么 海鲜酱 海鲜酱 哎呦 这个是鲜的不了 又有蚝油 又有海鲜酱 整个两个都是极鲜的 对 那么所有的调味都加好了 最后要加一点白酒 有料酒 为什么还要放白酒呢 那白酒主要是把所有的调味 能够带着 渗透到这里 这个之前我忘记了 我们节目也教过大家 对吧 用点白酒 同时呢 白酒还能蒸香 白酒少放一点啊 好 最后呢 我们加鸡蛋 来来来 鸡蛋在这里 这个我们是全蛋还是 全蛋全蛋就可以了 全蛋 一个鸡蛋 因为今天这个量少 我这个全蛋下去呢 就要浪费了 所以说 我们每次都会给大家看一看 鸡蛋 我们只用一半 鸡蛋加好 先搅拌均匀 让各种酱料的味道融合 这下我闻一下 已经有香味道出来了 来来来来 这个我闻还不出 我来给我给阿姨闻闻闻闻闻 嗯 啊哈哈 口水不要带着瞧啊 要看我一闻香不香 香 香 再那么有东西都闻到香味道了 哎呦 那果然是真的香啊 好好好 还不够香 还不够香 最后加上我们独门暗器 麻油来了啊 麻油 麻油一淋 更是香味四溢 搅拌均匀之后 保鲜膜封好 放冰箱冷藏腌制两天 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都要放哪些调味料 葱姜蒜 黄酒 生抽 蚝油 葫芦汁 番茄沙丝 海鲜酱 白酒 鸡蛋和麻油 这个做完以后 今天我们要加快节奏了 加快节奏了 叫大家怎么 那我们因为直接用炸的话呢 这个方法呢 炸是可以把味道提得很香 但是呢 炸的时间太久 我觉得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们先给它 缩短它的油炸时间 怎么样 把它水往下 先给它蒸 先把它蒸熟 蒸的半熟 然后我们再去炸 这个倒很健康 一块块肋排马放整齐 放入蒸隔蒸半个小时 等了好久了啊 为什么拿着个餐巾纸 不是帮它做广告 这个阿姨刚才出事留了 我被它吃一只卡卡 那餐巾纸也出事留了 被它吃一只卡卡 这个蒸好了吧 差不多了 太好了 再蒸不好 餐巾纸都发完了啊 我们现在 哎呦 看一看 哎呦 香味道真的是非常香 而且这个其实是半熟了 到最后一个环节了 到最后一个环节了 油炸一下 油炸一下 这个蒜香骨外面 还要裹成东西吧 裹上一层面粉 裹上一层面粉 糯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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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糯米粉 哎 为什么要用糯米粉呢 糯米粉呢 它炸出来跟生粉一样 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生粉是硬脆 它是松脆 哦 所以说糯米粉和生粉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吧 那我们哪些菜适合 是用糯米粉 哪些菜适合用生粉炸的 比如讲 这种是直接炸好 直接之后食用的 用糯米粉 用糯米粉 因为我们直接 不要再进一烹饪了 那么如果说 古萝尼啊 旁出八卦 这里呢有生粉 生粉炸好以后 我们中间还要再 还要付炒的 还要付炒的 上味道 对对对 所以说 这个倒是挺好分辨的 对吧 挺好分辨的 大家要学到一个啊 裹好糯米粉 等油温烧热 你逃那么远干嘛 你过来拍 油锅 油锅你怕什么 不会剪 不会剪 对吧 不会剪 来来来来 让生下大哥过来啊 来给静点的镜头 我们要下锅了 听说油炸 他就逃走了 对对对 你看怕被阿姨 都站开一点点 对吧 都是怕被剑到 来 刘大叔 我们差不多下锅吧 下锅 来下锅 哎 见到谁了 谁都没见到 对吧 一点点 糯米粉裹好 表面没有水分 油也不会溅出来 一面凝结 翻面煎到两面上色 就可以捞出来了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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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好 卖相也很关键 很多小区都有芦苇荡 摘两片叶子 摆盘上瞬间升级 六块蒜香骨 足够小家人的聚餐 这个一块两块五块 少一块 少一块 随时的 动作很快的 随时的 一转眼少一块了 对 本来想搭个金字塔 现在只搭了一个 搭了一半 搭了一半 但是没关系 大家学会以后 过年的时候 就可以尝试一下了 这个过年大菜 一道道开始教给大家 你肯定问我在干什么 是吧 我告诉你 早晨起来一定要锻炼 拍拍打打 有好处的 因为什么呢 经络所及 疾病所致 身上有很多经络的地方 你一定要把它拍通了 包括这个脚掌上面 都有很多的经络 一头牛 它的脚掌筋 只有一斤而已 听说味道很赞 这家店里面 就有这样的一种吃法 我们去看看 他们是怎么吃的 对于牛掌 也许吃的人并不是很多 了解的也不多 在这家店 据说就有一道 用牛掌做的菜 今天哪一道菜 比较大动静 这什么 牛掌窝窝窝头 以前没有吃到过 没有 牛掌窝窝头 刚才有吃到吗 有啊 第一次吃牛掌 我觉得牛掌筋 它是软而不烂 有嚼头 然后正好跟那窝窝头 配的比较有层次感 我觉得有 虽然它是 这个牛掌骨的筋 但是它很滑 大嘴里面的感觉就是 直接就进去了 这道牛掌窝窝头 原来是用牛掌上的筋 做馅料 然后跟窝窝头 搭配在一块吃 相比牛身上的其他筋 牛掌筋 显得尤为稀少 因为一头牛里面据说 只有一斤左右的牛掌筋 如此稀罕的牛掌筋 味道会有何不同呢 大家有没有尝到 这个牛掌窝窝窝 有 有尝到 你以前有没有吃过 第一次吃是吧 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感觉这个就是 没有以往吃那种筋 就好像不好嚼 然后口感比较滑 就是说你有牛筋的那种感觉 但是又不至于 像传统那么硬 然后口感比较 就是说你就是 非常岁数大的人 吃起来可能会费劲啊 那么的 这个太咬得动 对不对 它这个是牛掌上面的筋络 筋络就吃起来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口感 有点像那什么Q糖的感觉吧 QQ糖 比较弹牙的 知道就是它里面 这个牛掌筋 它配的一些料 里面这种料 加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味道 我觉得是一种卤香 卤香味 对 就有点那种酱香味的 对 酱乳的味道 那个筋呢 就是嚼劲要比那个窝头 就更正 你可以一步先把那个窝头 也嚼化了 然后慢慢再品味 那个牛 牛筋的那个味道 牛掌筋的吃法有好几种 可以红烧来吃 也可以炖煮来吃 甚至可以切片当冷菜吃 因为单独吃牛掌筋 会有点油腻 把它跟窝头混搭在一起 有解腻的作用 我比较喜欢吃肉 这个肉吧 吃起来就是 比较的有抬性 然后呢 就是比较油腻 但是呢 配这个窝头以后呢 它吸了很多油啊 感觉就比较顺口 比较舒服 尤其里面还有啊 菌菇啊 这些菌菇呢 我觉得很有营养 主要是这方面 而且菌菇它可能会把那种鲜味 调上来 对 而且里面好像那种 提筋的部分 它都会有一些胶质 这个你知道吗 胶原 这可能对女孩子特别有用 那我问一下女生好了 听说里面有很多一些胶原蛋白啊 你能够感受得到吗 能够感受得到 因为吃上去的就是有种 有种也是流行的 认真的一个感觉 会不会有那种黏黏的感觉 本来就会了 但是因为配了一个窝窝头 所以呢 两个配合就会吃起来 就不会那么 就不会显得定了 这家店本身是做香菜为主的 所以店里的厨师 做牛掌窝窝头的时候 也用到了很多香菜的调味料 你们这边有一道菜 是这个牛掌窝窝头是吧 对 好像喜欢人蛮多的 对对 点击得蛮高的 像这个窝窝头啊 里面是夹肉和夹菜不稀奇 对吧 但是你们这个夹牛掌 它是牛掌上的肉 还是牛掌上的什么部分 它是牛的一个掌上的一个筋 牛掌上的筋肉 对对 就别的地方不能用 就单靠就是牛掌筋的筋 它比较特别 牛掌上的筋啊 它跟其他地方的筋 比如说 小吃上的地方啊 那些会样的哪里 对 你看啊 牛一般牛的棋子的力 就比较大 这个部分的力是最大 这种吃得多的话 冬天的话呢 就不会感觉到没有力道 很有力道 有起到这个都有 一般的牛筋都是条状的 而这个牛掌筋是块状的 所以在烹饪的时候 要先把它切成小块 再放到高压锅里压制 制作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很长 一般这个油提筋做的过程 它要压最起码40分钟 才能把这个油提筋 压到烂的程度 对 提筋先要压40分钟 对 因为本身的话 提筋应该会比较 有韧到 因为它这个部分 就比较有韧硬 所以它必须有40分钟的过程 压40分钟之后呢 然后呢 再进过厨师的烧 很冷烧出来 它的料 一般性的料 它是这个干锅酱 这个是什么干锅酱 干锅酱 干锅酱 对的 这个用的 糖 再打椒米 它自己特制的红油 红油 对 还有这个是 还有甜面酱 还有甜面酱 这个酱也是它自己特制的 甜面酱在里面 可能会让这个味道 会更香郁一点 对 再参入到这个牛筋筋里面 牛掌筋营养价值高 含有丰富的蛋白聚糖 和胶原蛋白 脂肪含量低 并且不含胆固醇 牛掌筋呢 它还是会有 稍微一点点那种 小腻口的感觉 但是你合上这个窝窝头之后 完全把那些腻味戒掉了 它里面是油脂啊 全部走进窝窝头里面去 所以这个窝窝头里边呢 也会有这种牛筋的 这种牛香味在里面 特别要跟你说一下 这个牛掌筋 牛掌筋它的口感是怎么样的 它是非常 绵密 很柔软那种感觉 本来我印象当中的 筋络的部分啊 应该摇起来都是 很脆口 然后很有嚼勺那种 没有 它这个肯定是 压的时间比较长 它非常的烂了 所以呢 你会觉得它里面 含有那种胶原蛋白的 胶质而且非常的多 而且我要告诉你 牛掌筋 多吃一点 活络筋骨的 知道吗 简简单单的一张饼啊 它的吃法可多了 比如说 哎 打个鸡蛋 卷个油条 那就是杂粮煎饼 在北方 卷个大葱 蘸点甜面酱 那就是山东煎饼啊 在欧洲 撒点牛肉粒 撒点芝士 撒点洋葱和番茄 那就是一切的披萨 如果是在墨西哥 它又会有怎样的吃法呢 当然 对于好客热情的墨西哥人来说 一张饼是可以有千奇百怪的吃法的 比如加点米饭 来点酱料蔬菜和起司 包个墨西哥卷 或者撒上芝士 牛肉放在烤箱中烘上一会儿 做成脆口的薄饼 请看 这就是饼的墨西哥吃法 到底什么味呢 我们先去问问看吧 走 说到墨西哥美食 其实和中国还有点渊源 早在三千年前 墨西哥的旅行者 就将中国 印度和欧洲的原材料带回国 制作出了各色的美味佳肴 其中西班牙和古印度 对于墨西哥美食的影响最为重要 所以墨西哥人的常用食材中 少不了番茄和辣椒 而最为特别的是 每一道墨西哥菜式中 都会带上他们国旗红白绿三种颜色 是 口感很好 然后它刚刚还辣 辣椒粉很长 那个丝 嗯 对 里面的那个番茄 因为它是外面是饼 是那种脆脆的 然后里面那个芝士是热的 然后里面那个番茄是凉的 它那个就是口感混合在一起 层次看真的很丰富 一口进去有热的 也有冷的 对啊 对 还有酸酸的 它那个番茄有点酸 还有就是这个酱 我觉得挺特别的 酸奶油啊 是酸奶油是吧 酸奶油啊 我们本来不知道酸奶油 这个东西的 然后是他们帮我们推荐的嘛 那个酸奶油的口感 他说跟那个饼搭在一起 就是就是又增加了它的那个层次感 它是有点 我们本来以为酸奶油会很酸 就像像那个酸奶的味 对 但是问题它不是 它就是很淡的那种清凉清香的那种味道 开始以为这是酸奶嘛 然后后面一吃发觉 这个和酸奶完全不一样的 配合这个饼吃的话 是一种特色 感觉的话就是特别的那个 能增加增加食欲 而且它也不甜 升上去的话感觉很健康 因为现在都是崇尚一个健康的理念嘛 我喜欢他们家这个饼 就是里面有烤肉啊 然后有非常多的芝士 口感非常不错 而且我刚刚 刚刚有两个女生给我介绍 她们没有拿起来 我拿起来一看里面真的很厚实 给我们摄像机也看一下 就里面的料很多 然后我先以为 这个厚度全是由这个饼来支撑的 其实是里面的料 对对对对对对 这里面这个黄黄的是什么东西啊 黄黄的应该是一种车打芝士吧 这里面还有肉 有肉 都是现烤的一些 应该是牛肉 现烤的 吃得出来是现烤的还是说 别是介绍的 是现烤的 因为我刚刚看到他们刚在那边烤 对对对 相比墨西哥市的芝士肉饼 墨西哥卷的名气自然来的更大 但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正宗的墨西哥卷居然如此粗壮 内容还相当丰富 你会忽然发现即使想吃都很难下口 它的味道非常的不油腻 有点酸酸的 因为它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很丰富的 有蔬菜啊 包括有肉 因为我今天吃的这个是鸡肉卷嘛 我觉得本身鸡肉我平常爱吃的 有米饭 有蔬菜 再加上那些芝士酱 然后再加上一些配套的一些配菜 就是它这个卷里面就比较丰富 而且呢 能吃得饱 如果你拿着这个给我看 我真的不知道是鸡肉卷 因为跟我们一般看的鸡肉卷是不一样的啊 是是是 拿了以后我还会以为是个吃饭 可以选酱 酱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酱呢是我吃过现在味道最独特的 它有一个玉米酱可以选 还有一个番茄沙沙酱可以选 我推荐啊 一般性是番茄沙沙酱比较好 因为为什么呢 番茄沙沙它是那个汁水很足的 番茄吃上去很清脆的 配合这个卷的肉的话 感觉可以去掉一点腻味 然后口感上酸酸甜甜的 很开胃的 很好吃的 所以不管你每次选什么肉什么时候 但这个沙沙酱你是肯定会点的 对我一定会必点这个沙沙酱的 没有这个沙沙酱的话 感觉就是不满足的 用新鲜的蔬菜做酱料 是墨西哥菜的一大特色 所以很多老食客都说 无论用饼做卷 还是在烘香内烤制 都一定要热的时候吃 那样层次才会更鲜明 大家说你们家的酱很多 有一个提到最多的是一个什么沙沙酱啊 对的 番茄沙沙酱是吧 然后我们标配的都是番茄沙沙 但是顾客可以根据它的口味加不同的酱 比如我一些中辣和中辣的酱 这个番茄沙沙酱我看里面有番茄 还有绿原 它绿原色的东西 就是它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里面做的时候 里面有一些番茄 还有一些香菜 包括一些柠檬汁 根据我们的一个标准配置 制作而成的 然后还有一个酸奶油 这个酸奶油和一般的奶油相比的话 它当然是酸的了 它是牛奶发酵而成的 发酵出来的酸酸味道 就跟这个酸奶发酵可能原理有点像 好 所以说 然后另外的话 除了有饼还有卷 一共咱们一共有多少种 这个搭配的方法 提供给食客 我们饼和卷都是一样 先选择你的主要的是肉类 是鸡肉或者牛肉 选完以后呢 我们在这边跟顾客交流去选一些酱 那么我们的标准呢 通常是番茄 但是有些顾客如果喜欢吃玉米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玉米沙辣酱 那还有就是我们标配的酸奶油 是我们比较特色的 那另外呢 会放一些蔬菜 比如生菜 那最后呢 我会放一些起司 也是沉进口的 口感会比较分明 我听起来我明白了 就是说咱们这边形式 有饼有卷 就是两种固定的 但是具体要吃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样的食材 完全是由食客自己来搭配的 对不对 其实这个墨西哥菜啊 我也吃过 墨西哥的饼呢 也吃过 但是唯独没有吃过 是蘸着酸奶油的墨西哥饼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酸奶油 对我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吸引 然后呢 其实墨西哥菜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酸辣 我们刚刚看到 你们放了很多的这个番茄 但是这个番茄放进去是生的 然后和现烤的牛肉 和热汁是放在一起 就像刚刚一位食客说的 牛肉是热的 番茄是冷的 所以你一定要在 刚刚成型了以后 就赶紧去吃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才吃到冷和热的 这种冲撞的感觉 然后我咬下去啊 真的可以感觉到 很饱满的一粒牛肉 汁水很丰富 很有弹性 很有嚼劲 然后呢 蘸了一点酸奶油之后 其实你根本不会觉得 它有酸味道 因为这个酸和番茄的酸 它都是酸 它混在一起 你分辨不出 哪个道理是番茄的酸 哪个道理是酸奶油的酸 所以这个可以忽略不及 但是我觉得 占了之后 因为这个是冰冰的 就吃进去 就又有那种 热热的和冷冷的 冲撞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那有句话 我们说了很多很多遍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你看这家店这个细节 一小杯酸奶油 可能就会成为 下一次吸引我来 他们家店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理由 当然不唯一的 因为他们家的饼啊 里面的肉质也好 蔬菜也好 都非常新鲜 而且这个饼的脆度 也是刚刚好 咬下去脆脆的 嚼起来很劲道 最关键的是 低油 低盐 低糖 低脂肪 营养又健康 大厨来敲门 大家好 我是朱一静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大厨 是一位新的朋友 李大厨你好 哈喽哈喽 专业厨师李大厨 我是应到一位 顾妈妈的要求 是这样的 我家女儿是个小白领 平时呢 喜欢吃一些 比较时尚的菜肴 西餐 但是呢 我只会做上海菜了 所以我想请大厨 教教我这些 比较时尚的 又漂亮又好吃 又方便自作的菜肴 你能够完成 她的任务吗 我想应该 没什么问题吧 那就赶紧上去认识一下 她们 听听女儿都喜欢吃些什么 请问是姑妈妈吗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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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女儿 这个你比较喜欢吃 什么类型口味的菜 像我们爸爸妈妈 就比较喜欢吃 上海的传统菜 像我们年轻人 我比较喜欢吃 日式咖喱呀 蛋包饭这样子的 李大厨听到 他们的要求了 要稀释口味的 又简单一点的 你有没有妙招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我会用那个沙拉酱 然后做两道 适合你们的 口味的一个菜肴 然后沙拉酱 本来酸酸甜甜嘛 我想小姑娘 应该会喜欢的 沙拉酱口味是西餐里 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除了酸甜的味道 它还有什么其他用途呢 一起跟着李大厨学起来 李大厨 你说要教我们两道菜 是吧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哪两道菜 我们这样吧 沙拉虾球 这种小姑娘 比较喜欢吃 会酸酸甜甜的 然后还有一个蛋包饭 因为这蛋嫩嫩的 然后营养也够嘛 她白领工作也很辛苦 应该营养全面一点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因为这个女儿 是要平时上班的 我觉得蛋包饭 其实可以 如果中午带个饭的话 其实也是蛮方便的 这样的话转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别的同事打开都是一碗白饭 你女儿带出去都是一盒蛋包饭 这个吃上去很有 应该很漂亮的 这次蛋包饭可以让你带过去 都是保持嫩嫩的感觉 不会像我们一般的蛋包饭 会感觉干干的 其实这次会用这种沙拉酱 就是会起到这个作用 原来沙拉酱是可以保持这个 蛋的嫩度 但是我看到我们这边的沙拉酱 它分红色和蓝色 这是有区别的吗 会的 蓝的是酸酸甜甜一点 然后红色的是蛋黄味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用 红色的这款去做 蛋包饭的饭没什么特别 白米饭放点蔬菜 炒一下就可以装盘 姑妈妈的问题是在于 最后那层蛋皮会很干是不是 那我们接下来都要做的 其实就是完成蛋鸡这个任务了 是不是 有没有诀窍 有的 那边做边告诉我们 好的好的 我们一份蛋包饭的话 其实两个 然后其实就要用到这款 沙拉酱 对的 其实我们可以 放一部分沙拉酱在里面 它的可以让那个蛋的味道提升 然后可以让你感觉更香浓 然后它再炒出来的话 就会变得非常松软 然后而且是不易变硬 是这样的 不易干了 对的 所以刚才你所提到的那个问题 说蛋皮很硬很干 可能是因为没有放这个 沙拉酱的远度 才可以试一下 好的 打蛋上有讲究 煎蛋的时候也跟平时不一样 可能我们炒蛋的时候 它需要有一点角度 不能平锅炒 我们可能要测一点 让蛋液往一边去 然后我们要比较控制火会要好一点 然后不能温度太高 然后我们会炒到差不多半熟状态的话 就要准备翻面了 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但只不过技巧还是有一点点 所以这样的做法跟我们传统意义上 蛋皮包裹米饭的概念有点不一样 这是一个可以抛开来的蛋包饭 我完全没有想到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以前吃蛋包饭 完全就是一张比较干的那个蛋皮 就是裹在上面的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感觉它像这个蛋的液体 完全往外就是释放出来的 就是呀 它切开了以后就是把干的那一面呢 就是放在下面了 嫩的东西呀全部都流出来了 现在我明白大厨刚才说的 就是即使是哪怕带到中午到五半吃的时候 它依然可以保持这个蛋的嫩度了 最后再裱上色拉酱 一份可以抛开来的蛋包饭就做好了 吃口上会更嫩更滑更香甜 接下来沙拉虾球 首先把虾开背 用鸡蛋和生粉上浆 这一步就直接上粉就好了 对我们拍下粉然后炸一下就好了 这步好像不难了 我想问一下姑妈妈平时会吧 我平时会的拍粉的话 平时都会这么做的 我来帮忙吧 对对这样要不你点眼上手做一下 虾球表面均匀的裹一层薄粉 就可以直接下油锅炸 炸熟炸透炸到金黄 既然叫色拉虾球 色拉酱的调制自然是最关键的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用这款蛋黄味的 然后先挤点进去 我看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盖子拧开 刚才 我有看到刚才这样也可以啊 这是细口的 我们刚拉线试用 但是这个是可以粗一点 而且它会有一点形状 我看到有一个这个五角星型的是吧 是的 它挤出来还是会有点形状的 这个是很贴心的 对啊 很像我们平时做蛋糕的时候 上面拉的那种奶油一样 对对对 这个是芥末酱的 对的对的 大概比例是什么 其实芥末一小勺 我们调个味就好了 它其实原来的味道就不够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放一点点 因为我们海鲜嘛 还可以放点柠檬汁 吃点腥味 当然如果说你们喜欢吃甜味的 可以用那块蓝颜色的 它会更甜一点 但是对 这次我想让你们试一下 就是这种蛋黄味 就是本来的味道浓郁一点的 香味更浓 试一下 而且我觉得虾的味道 可能偏咸一点 可能会更鲜一点 这个味道会更好 是的 卷心生菜铺底 虾球一个个摆上 一份色拉虾球 也美美地完成了 吃腻了传统的牛油赤酱 偶尔换一下新式的小清新风格 一份蛋包饭搭配色拉虾球 一样的色拉酱起到不一样的作用 风味自然也不同 我来问一下女儿 今天这两个菜可以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先说一下满意吗 满意的 味道怎么样 蛋包饭 很特别好 它这个蛋特别的软 然后涂了沙拉酱 很香甜的味道 跟外面比起来呢 我觉得这个更好吃一点 好 我来问一下妈妈 妈妈可以说刚才一直在旁边看着 也在动手 尝一下的味道怎么样 味道特别好 然后呢 我已经学会了以后 试着帮她做 我相信如果你学会这两道菜的话 女儿真的以后不愿意在外面吃饭 就天天吃妈妈烧的菜了 这个我就最高兴了 今天我们也是要谢谢你大厨 用沙拉酱教会了我们两道菜 一个呢是酸酸甜甜口味的这个虾球 还有一个是打破我们传统认识的这个蛋包法 无论是形象上面还是味道上面 不知道电视机前呢 各位妈妈们有没有学会 不妨自己在家里也动手做一下 在家里同样可以做出美食来的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